驾车转车 驾车车注意 用前往第一专业目标 转车接连 玉北某地 在陆军第83集团军谋旅训练场上 一场实弹射击比武考核正在进行 车长发展所在车组 代表大工三联参加 与以往不同 此次实弹射击不再以命中目标数量为衡量标准 而是以发现目标时间和目标毁伤程度综合评判 新的考核标准相较于以前 更加贴近战场真实情况 让我们的设计水平在考核中切实得到提高 习主席在今年的开学动员上强调 要大力推进战训偶合 作为三联战士 我们就是要学习好 贯彻好主席的讲话精神 旗帜引领方向 理论指引道路 在大工三联 学好用好党的创新理论 是每名官兵的必修课 更是连队的传家宝 2017年 习主席到大工三联视察时 勉励大家做好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头脑工作 习主席的话 深深鼓舞了当时刚入伍四个月的发展 主席当时特意强调 要发言好我们俩的优良传统 用党的理论武装头脑 这句话对我的影响特别大 从在班里组织的新闻讲评中 讲话都磕磕绊绊 到主动申请去连里的士兵讲坛上 给战友们分享学习心得 再到军事训练突飞猛进 被战区陆军评为军事训练标兵 发展成长进步的背后 彰显的是学习带来的力量 在我们连队 像发展这样的战事还有很多 我们在全年营造人人学习的人后氛围 积极地去引导大家 从不愿意学 不理解为什么要学 到主动去学 并且将学到的东西 应允到我们日常的训练实验当中 2017年末 就在习主席到联队视察后不久 大公三联伴随部队调整改革 迎来了一批新装备 面对新挑战 在当时刚当上班长的赵闯 主动提出申请加入党员攻坚队 攻坚队员们白天集中钻研 新装备实车操作 晚上探讨战术运用 最终大公三联成为全旅 打响新装备第一炮的联队 赵闯也成长为联队换装后 首个教学示范班班长 主席来的时候 勉励我们要文机起舞 刻苦训练 让我特别有感触 我们三联作为突击力量 就是要做最锋利的宝剑和尖刀 不断续写新的荣光 走进连带荣誉史 我们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这面学习践行党的创新理论 模范点荣誉锦旗 这是2017年7月28日 由习主席亲自颁发的 从没有灯下学毛柱 到一直保持的士兵讲坛传统 再到新时代充分运用信息手段 创新理论学习方式方法 大公三联在以学习助推练兵实践的强军征程上 步履不停 学习力连着战斗力 更能带来竞争力 近几年 我们围绕学习力 战斗力 竞争力 开展三例活动 帮助官兵把理论学习优势 转换为个人成长成才 和连队战斗力提升的制胜优势 大公三联 终于党 党的理论来武装 没有党 大公三联牢记使命初心 在发扬优良传统 做好用党的创新理论 武装头脑工作同时 努力提高训练实战化水平 在全旅遗防换装 新装入列等备战实践中 取得多个第一 战斗力端 武装思想 将军建武 我来带胀